长着锋利的牙齿,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,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。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边塌,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。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,才不会完全绝望。 莎士比亚我可以教训20个人,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。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,我就要敬谢不明了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莎士比。 。